大棋灰蔡总统向后闪 旁边的随护以及卫服部长陈时中 两人立刻伸手 挡在小英脸前 不让蔡英文被洗脸 牙医后援会成立 清大伟新闻要问问大家 有没有用LinePay买东西呢 在LinePay一卡通 金爆被钻漏洞了 有网友发现说 拿信用卡一缴 居然可以先取得回馈点数 再去向银行来退款 好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图卡说明 就是有人自制这样的一个缴费条码 先做好这个条码 再让网友透过LinePay来缴费缴款 如果说缴了两万块跟五千块 这样两笔的话 缴了两万块跟五千块 最高可以获得大概五百点的回馈 等于你就拿到了五百元的现金 然后再去银行申请退费 等于你白拿到这五百块钱 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 像这种套利行为 律师说了可能涉嫌诈欺 而LinePay一卡通也发现 已经更改了活动规则 现在他们就规定说 必须要缴完前两期的账单 才要给回馈 美式大卖厂的线上购物 您有使用过吗 喜欢吗 他们强调说线上购物 有卖很多实体店面 买不到的商品 不过有民众说 疑似接到诈骗电话 会不会跟大卖厂有关系 它是半年前线上购物的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半年前它线上购物 结果最近他接到了这样子的电话 他觉得是诈骗电话 因为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半年前有线上购物呢 他回答说对呀 然后对方就讲说 你刷卡被刷成连续12期了 他一听就觉得 这根本就是诈骗 于是他跟卖厂问说 他是不是有个资外流的情况 但卖厂表示 对于他们的会员个资都严格保密 是不可能外泄 杂身是老梗 性情还保有爽朗单纯 让他演来好自在 他也非常的懂人情世古 就他可以做他自己 纯真善良的方引欠 就他可以私底下脾气火爆 他有他的知己 外形亮丽轮廓身 魏满从小就常被误以为是混血儿 不过和一般女明星 花很多时间在装修门面上头 魏满透露自己其实有两大不爱 我的指甲很薄很容易断 就是所以就不适合 然后要去做指甲 我觉得是一个永无止境的 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 对我其实也不喜欢染头发 对 然后就是崇尚自然跟真实 最早从VJ甄选出道 演戏后来成了主业 魏满说自己过去 也曾经太过在乎网友的批评 但现在已经懂得喜欢自己 而且真的享受工作 像我以前也是一档戏完 我就担心我下一档戏在哪里 很怕就是没有工作 然后或是很怕我离开这一行 这件事情 可是我最近想开的就是 我不一定要做演员 然后如果说老天爷真的觉得 我是我存在这个世界上 做演员是一件对这个社会 最好的事情的话 我就会真的一直做演员 简单自然不做作 经过十年戏剧磨练的魏满 这次信息中端出了如何的火候 就让观众拭目以待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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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